新闻来源 新民晚报 上海市民宋女士向新民晚报反映 她在一家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双黄联口福业 药店售价82元 差不多是互联网药店售价的三倍 这让她很是费解 新民晚报记者做了一番调查 相关部门给出明确回应 此药已被纳入上海中程药带量采购目录 即将执行对折新价格 此外 医保局已在抓紧研究 将互联网药店纳入医保支付的范畴 线上线下 价差明显 宋女士告诉记者 最近她在米航区龙百一村 一家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的医保窗口 用自己的医保卡购买了两种药 生奈银和双黄联口福业 单价分别是71元和82元 后来她意外发现 这两种药在互联网药店的售价都便宜了很多 在医保药店 双黄联口福业售价为82元 记者在美团买药APP上看到 宋女士购买的生卖银 上海玉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规格10毫升乘10只 售价普遍在60元左右 考虑到网上销售的因素 这个价格差异还是能够接受的 宋女士说 令她真正大吃一惊的 还是双黄联口福业的价差 宋女士购买的双黄联口福业 厂家为河南太龙药业股费有限公司 规格20毫升乘10只 这种在医保药店售价82元的中程药 在互联网药店的售价 竟只有20多元 同厂同规格 比如在美团买药APP上 多家店铺的此款双黄联口福业 售价在27至34元不等 天猫也有售卖 甚至还有比27元更低的价格 在互联网药店 同一种要售价低很多 采购药价可以参考 宋女士纳闷 这款双黄联口福业 是医保目录里的药品 到底什么价位更加合理呢 记者登陆随身办市民云APP 进入医院药品采购查询栏目 进入关键资双黄联 出现多条有关双黄联口福业的记录 其中厂家是河南太龙药业 股费有限公司的 有三项 但一种是儿童型 另两种规格是 10毫升乘6支和10毫升乘12支 根据查询说明 可以明确近30天内 规格20毫升乘10支的双黄联口福业 没有采购记录 但上述其他两种规格的药品价格 还是可以拿来参考的 记者首先选择10毫升乘6支的规格 多家医疗单位的采购记录显示 采购参考价是25元 接着选择10毫升乘12支的规格 参考价统一为50元 现在可以做一些比较了 60毫升25元 120毫升50元 那么20毫升乘10支 即200毫升药店卖82元 看上去是合理的 事实上 宋女士去的这家医保定点零售药店 双黄连售价82元 还算便宜的 记者从本市另一家大型连锁药店了解到 该公司销售的泰龙双黄连口福业 同样是规格20毫升乘10支 根据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 与监管信息系统备案价 执行的销售价格是91元 根据本市医药管理部门的规定 零售药店可以加价一定比例销售 及采平台药品 基本可以这样判断 如果参照上海医疗机构的药价 医保药店销售这款泰龙双黄连口福业 不管卖82元还是91元 应该都未突破规则 在合理范围之内 药店药价允许上福 市民获取药物 主要有三种渠道 医院 线下药店和互联网药店 三者运营模式各不相同 那各司药价又是怎么定出来的呢 为何会存在差异 记者调查发现 在随身办市民云APP医院药品采购查询栏目 能查询到的是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格情况 查询范围是医保目录内的一些药品 信息来源是上海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近三十日上传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 与监管信息系统阳光平台的数据 记者注意到 该系统能查到的是医院而非药店的药品采购情况 根据医药管理规定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采购药品 与药厂议定价格后 必须在阳光平台上下单 且议定价格与订单价格必须一致 鉴于国家对医院有零加成规定 根据医院的药品采购价格 就可以推算出销售价格与采购价格相同 不同医院的采购价格 理论上允许存在差异 但现实中因市场因素往往趋同 而药店是盈利性的商业机构 其采购药品具有自主权 无需在阳光平台上下单 所受医保目录内的药品售价 可比医院药价上调一定比例 但必须上传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 与监管信息系统并遵守 阳光平台不负责 也不掌握药店对药品的采购和定价 但报备监督医保药品的销售价格 互联网药店则以市场方式运营 药品不纳入医保 市民买药均是自费 阳光平台暂未对其采购 药价纳入管理 由此可见 药店之间因进货渠道不同 同一种药的售价可能存在不同 而扩展到线下药店和互联网药店 因运营成本渠道不同 补贴差异等 更有可能出现价差 互联网药店还可以不惜成本 制造低价报款 拉动销量和关注度 同一种药在线下药店的售价 高于互联网药店 是完全可能出现的情况 量采新价即将执行 宋女士表示 双黄联口服业卖82元 甚至91元都不算违规 这个道理她听明白了 但一想到互联网药店卖的那么便宜 她就无法释怀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和医院的药价 就不能便宜一点吗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向记者答复 自2015年国家取消大部分药品的行政定价以来 上海按照国家要求 坚持以市场定价的基本原则 药品价格 无论在医疗机构还是在药店 均为医疗机构 药店与生产企业议定产生 阳光平台通过技术手段 确保供需双方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 议定价格 同时 医保部门始终保持对相关药品实际销售价格的监测 一旦发现价格异常 将对该药品供货渠道 同种药品外省市销售价格 该药品在上海不同医院 不同药店及互联网渠道的销售价格进行核实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约谈 提醒供需双方 议定合理的售价 针对记者采访函中提及的 泰龙双黄联口服业 该药已于今年8月 纳入本市中程药带量采购目录 目前公市的中标采购价格为 10毫升乘6支的规格 11.25元 10毫升乘12支的规格 22.5元 预计10月份 相关价格将在上海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执行 记者了解到 上海自2014年起 对部分临床常用药品试点带量采购 2018年起 承担国家药品联采办职责 开展国家药品集采工作 迄今已采购成功8批 共333种药品 今年8月份 启动的上海市新一批中程药带量采购目录 又涵盖了76个药品通用名 8月30日 刚完成带量采购 拟重选结果公式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透露 为方便广大市民通过互联网配药 医保部门正在抓紧研究 将互联网药店 纳入医保支付的有关工作 中文字幕提供